接下來看到的是動作巨星成龍 他是著名的七小福成員之一 而他12日在微博分享 他參加元加班成立65週年的聚會 沒有想到他卻意外透露了知名導演 元奎離世的消息 讓不少網友感到相當震驚 成龍在文中提到他們這次的聚會中 一起緬懷已經離開的師父師母 以及其他兄弟姐妹 由於從來都沒有傳出元奎離世的消息 因此成龍的發文讓不少網友震驚地表示 元奎去世了嗎 而根據紅星新聞報導 有業界人士透露在去年 其實就已經耳聞元奎去世的消息 只是他為人形勢低調 再加上家人不希望對外公布 所以知道的人並不多 好 再來關心到的是 今年台股ETF熱潮可以說是席捲了全台 相信很多人都有00940和00939 不過這兩檔ETF 因為廣告行銷彩虹線 昨天遭到金管會開發 金管會昨天公告 元奎投信在00940廣告行銷 有使人物信能保證本金安全 或者是保證獲利情勢 包括在官網以及社群貼文 有00940低價買輕鬆存 每月領快樂領席就是你 以及讓你股息收益和資產增長 兩者兼得等等用語 除了元奎投信之外 統一投信同樣也踩到廣告行銷紅線 金管會政旗局同步公告 統一投信發行0093910 所舉辦獲得是和財經專家 合作辦理的說明會 公司官網或者是網紅合作影片 以及網路媒體等等廣告文學內容 都有使人物信能保證本金安全 或者是保證獲利情勢 針對元奎投信 還有統一投信違規事實 金管會決議開發元奎投信90萬元 統一投信60萬元 接著您關心國際消息 印度最近通過一項新法 那就是規定向女性承諾婚姻 並且在發生性行為之後 拋棄對方的男性 最高可能會面臨10年的監禁 那他就是為了要打擊印度 常見這個騙砲的手段 但是這個新法的實施細節 以及有效性 卻在當地是引發了討論 根據CNN報導 印度總理莫迪7月初引入的這項新法 明確指出 若是男性在沒有任何結婚意圖的情況下 承諾與女性結婚 或是通過虛假承諾職業發展 用假身份誘騙女性發生性行為 將會面臨嚴厲的懲處 雖然新法被視為賦予女性權利的一步 但也有年輕人質疑 這項法律在現代印度的相關性 因為此前就有不少印度女性 曾經因為男性利用婚姻承諾 誘騙她們發生性關係 而將男性告上法庭 然而印度法院在過去的判決中 對類似案件態度不一 導致這項新法的實施引發質疑 此外 社會上也有人擔心 這項法律可能會被濫用來對付男性 第五號颱風馬利亞在昨天早上登陸日本以後 已經在今天清晨兩點 減弱為熱帶性敵氣壓 它的殘餘運氣還是在影響日本 另外第六號颱風山神 目前它在日本東南方海面 其實它是往日本的方向移動 但是它的強度也在逐漸的減弱 至於今天清晨才行程的第七號颱風安比 它的位置逐漸向偏北的方向移動 在星期五星期六這段時間 會往日本東南方海面 以及東方近海移動 另外今天早上八點又在 另外有個熱帶性敵氣壓行程 這熱帶性敵氣壓未來是向偏北的方向移動 但是移動的環境也不是很理想 所以它雖然未來可能在未來的時間 有可能變成輕度颱風 但在兩天以後可能就僅弱為熱帶性敵氣壓 就今天明天兩天來說 就像剛剛說的 澎湖金半馬祖斷斷續續有短暫震雨 其他各地大部分地區都是屬於午後 有雷震雨的天氣形態 當然清晨到上午這段時間 有時候西半部地區是有些零星的降雨現象 而大部分屬於午後雷震雨的形態之下 提醒大家今天明天兩天在山區 中午以後容易出現局部性的大雨 或局部性的豪雨 星期四開始 隨著低氣壓 這個整個低壓帶在影響 在我們天氣情況之下 其實天氣是越來越不穩定的 尤其是週六開始 大部分地區的下雨都是整天性的 尤其中南部地區 整天降雨的時間是長的 中南部整天有短暫震雨或雷雨 而且可能出現局部性的大雨 而且可能出現局部性的大雨